大家早安,周四前温度暖热天气较稳定,周五起春雨报到降雨降温。 又是一个礼拜忙碌的开始,这个礼拜的天气可说是前后大不同,前期周一到周四,20恒线23日,天气相对较稳定,温度也较为暖热,普遍有机会出现30度以上高温,但是到了周五至周末,24恒线26日,大家期待已久的春雨终于要开始。 但是,下雨的机会提高,温度也跟着下降转凉,前后之间的反差预期会相当明显,很有春季天气变化无常的感觉。 首先是从今天,20日,开始一直到周四,23日,这几天,因为封面的位置较为偏北,云与带都在大陆上活动,虽然离台湾没有很远,但是主要的降雨区大多通过台湾北方海面, 北台湾有时候云量较多较厚,山区偶尔有些局部性的降雨,其他地方则大多是多云或晴的天气。 因为吹南风到西南风的关系,空气较为潮湿,因此夜晚清晨温度较低的时候在台湾海峡到西半部陆地上就容易有雾或低云发生的机会,局部地区还可能有浓雾,提醒用路人外出开车或是要搭飞机往返离岛的朋友要多加留意。 同时也因为大环境偏南风到西南风,暖空气势力较强,一直到周四温度将节节升高,尤其是周二到周四。 21恒线23日,特地高温普遍将会超过30度以上,甚至有些地方有机会来到32到33度以上。 大台北地区还有台东地区还要留意下沉增温带来的高温现象,持续进入春季后半,高温的状况也要陆续开始出现,温度起伏变化大,容易感冒,提醒大家要多留意。 周五,24日,台湿北方的封面系统逐渐接近,北台湾的天气会首先开始变化,降雨机会提高,到了周末期间,25恒线26日,封面相关的云雨带会更往南压,预期中部,北部,东半部都有下雨的机会,北部,东半部还是较为明显,整体雨是不大,但会有一阵一阵的降雨,也是今年第一波较为典型的春雨。 南部地区下雨的机会相对较低,可能只有山区会下点雨,平地的降雨看来并不明显。 虽然看起来终于要下雨了,不过预报资料显示的雨量不是很多,同时降雨的位置也相对较偏向中部以北到东半部地区,有机会缓解一下缺雨的状况,但应该还无法有效地解决问题,尤其是南部地区,还是要提醒大家持续节约用水。 下雨的同时,北边较凉的空气也跟着抵达,各地温度下降,北台湾降幅较大,预估高温一下子就会降到接近20度上下,中部及花东地区也会降到24到27度。 南部最不受影响,高温仍有27到29度左右,低温部分的影响就比较小,冷空气并不强,因此只有北部空旷地区可能降到15到16度,其他大部分地区的低温都还在17到18度或以上。 预估这波春雨将会延续到下周,至于清明节连续假期的天气目前来看还有蛮大的变化空间,留待后续再持续观察。 以上气象由天气风险无剩余提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